生孩子经常被人比喻为鬼门宫走一圈,可见生孩子对女人的身体,是有多么大的影响。 所以每个女人在生完孩子之后,就需要做月子。 宝妈可以趁此期间好好调理身体,让身体恢复到以前,恢复得好与坏就开始月了。 经常有人说月子做不好,就会落下月子病,所以整个月的期间不洗澡,洗头,刷牙。 现在都提倡科学坐月子,提前了解坐月子注意事项。 科学安排坐月子饮食,调理身心健康,做一个愉快的舒服的月子。 一,坐月子是42天,坐月子在医学上又称产入期,一般都是按30天三,其实应该是42天。 产入期传统的坐月子,只是产入期的前30天是致胎二,胎盘蜂后的无产妇身体。 一,生殖器官和行李方面调失复原的一段时间,16到8周,也就是42,56天。 在这段时间内,产妇应该以休息为主。 二,房间要通风换气,老人们常说月子里不能吹风,要五。 但是近几年也不乏有很多产妇在月子期间,被捕得失去了生命。 产后产妇抵抗力下降,最高温烂与热受力差,一味的捂着,闷着很容易中暑甚至脱水。 而且产妇由于身体比较虚弱,经常动不动就猪汗。 天热做月子,一定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,室温保持在25度左右。 如果天气太热,就要使用空调。 不过在使用空调的时候,不要直接吹着产妇和宝宝就行。 月子里异化腰痛,关节痛产度经历过怀孕和分娩。 身体内的激素和内分泌急剧变化。 其实月子里的腰痛,关节痛也并不都是碰凉水或者受凉导致的。 激素的大幅波动时骨关节,韧带松实,盖质缺失,容易引起腰痛,关节痛。 因此,产后还是要适当的运动。 还要注意及时骨盖,不要过度劳累。 注意卧床休息。 四,尽早开奶。 开奶就是让宝宝喝第一口母乳。 无论是顺产妈妈还是夫妇产妈妈,都应该尽早开奶。 产后30分钟是给宝宝喂奶的黄金时间。 开奶越早,宝妈的乳房越不易胀痛。 有的妈妈还会说自己的乳房还没胀,甚至还没奶呢? 怎么办?答案就是让宝宝多吸。 这样才有利于乳汁的分泌。 五,洗澡要注意。 夏天出汗多,注意及时擦汗,定时洗澡。 夏天千万不要贪图凉快,洗凉水早。 水温也要保持在37度左右。 如果太凉,容易导致气血不通,恶路难以排出,引发不痛,以后会留下月经不调,身体疼痛的月子病。 洗澡时间不要过长,五到十分钟即可。 饥饿的时候,刚吃完饭的时候,不要洗澡。 洗完澡,要立即擦干,避免见风着凉。 卫生间要注意保持通风,保证空气的新鲜度,防止温热引起头晕,头疼。 夏天不需要用预发,正常的室温就可以。 六,饮食要注意。 夏天也是要清淡,多喝一些消暑降温的汤,令人身体恢复。 夏天也是也不要吃寒凉、生冷的食物,像水果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萝卜这些可以生吃的食物。 产妇不要吃,要做熟了之后再吃,防止影响各路排出,也防止要宝宝腹泻,半生不熟的食物。 处理类和贝类,产妇也不要吃,以免感染寄生虫。 其他贼希腊食物,咖啡、农茶、烟酒、药物、腌制品都要避免食用,防止便秘或乳质影响宝宝发育。 七,产后紧早关于腹部,使得怀态,宝宝的重量使得妈妈的骨盆变大。 这就是从少女变成大妈的重要一步,进而分娩时脊骨分离,使得整个骨盆变形。 宽宽节移位,形成大屁股的骨架。 大妈的形态显露无遗,所以产后恢复要做的,就是配合适量的运动,进行骨盆的恢复。 把大妈的屁股给拉回来,吸得收肚松拾的肌肤,堆积的脂肪和突出的肚子。 这情况对于刚生产完的妈妈而言,一定不陌生,甚至还有好多,宝宝都六七个月了,看上去仍旧像怀孕五个月的样子。 曾经,我也跟许多妈妈一样,天真的认为只要宝宝一出事,就会恢复到院前的体型和尺寸。 在实际证明,实际上,这一过程远比我想象的时间更长,而且更难郁闷。 后来产客上班的阿姨介绍过去够了一套,舒服的,吃了是挺好的,费卖很方便,看起来很小可是穿上舒服极了。 不觉得勒,于是我就每天坚持穿了,大概两月下来,握紧了有二十三斤,大肚子完全紧致, 今早管理很多宝妈表示生完孩子,都六七个月了,肚子依然看上去怀孕五个月的样子。 可以再咨询,爸,好好休息,很多宝妈都反映自己,不仅价未来还得后妈睡觉, 而且还得换药不湿,好不容易孩子睡着了,想要自己歇会。 但是刚闭上眼孩子又哼气了,这样来来回回,自己更累了,所以,爸妈还是找个人打把手,这样自己稍微可以放松下,不然落下悦的病,可是一辈子的事了。 九,运动的最佳时机,顺产妈妈产后六到十二个小时,就可以下床活动了。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,来决定什么时候开始户外活动。 顾腹产妈妈还是尽可能卧床休息,数后二到三天可适当下床活动。 不管是春产妈妈还是孤妇产妈妈运动时间,运动量可根据体力逐渐增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留言 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